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很新的话题 关于鱼有的那些事 鱼有跟鱼肝有一样吗? 鱼肝有主要是摄取脂溶性的维生素 像是维生素A、维生素D 那鱼有呢,主要是摄取Omega3的脂肪酸 像是DHA跟EPA 一个是脂溶性维生素 一个是Omega3脂肪酸 所以是不一样的 那鱼有跟亚麻仁有一样吗? 亚麻仁有主要是Omega3、Omega6 还有ALA的混合体 ALA又叫做Alpha亚麻酸 它在我们人体可以转成EPA 就是那个鱼有常听到的那个EPA 所以两者还是不一样的 亚麻仁有算是一个混合体 那鱼有主要还是Omega3的脂肪酸 不过两个都是好油啊 再来,鱼有跟棗油一样吗? 还是不一样的 大部分市售的棗油 它只含DHA没有EPA 而大部分市售的鱼有 是DHA跟EPA都有 一个比较常被讨论到的问题 孕妇到底要吃哪一个? 如果说你是吃棗油的话 你可以一路吃到底 因为棗油不含EPA 不会有零血上面的疑虑 但如果说是吃鱼有的话 因为它含EPA嘛 所以会在怀孕第32周的时候停止 所以怕麻烦的人可以直接补充棗油 而不怕麻烦的人可以 32周前用鱼有 32周后用棗油 为什么要这么麻烦啊? 因为EPA对孕妇妈妈 已有不同性质上面的帮助 再来,鱼有会融化保力龙 说可以融化保力龙的鱼有 才可以融化胆过存 哇! 这是十金钱的大片劳根的好 不过最近还有客户问 我觉得有必要再重申讲一遍 鱼有主要分两种形态 TG形态跟EE形态 EE形态的会融化保力龙 TG的不会 但是会融解保力龙 不代表好跟不好 只是单纯的EE形态的结构 跟保力龙的结构相似 两者会互相融解而已 接下来鱼有有哪些禁忌? 像是磷血功能不全者 服用抗磷血剂 或者对鱼类过敏的话 都是禁忌 还有鱼有尽量不要跟钙片一起使用 不然会造成消化到的不是 再来鱼有要天天吃吗? 如果说你今天有吃到深海鱼类的话 那你就可以减少使用鱼有 或者干脆不用鱼有 最后鱼有要怎么选? 高纯净高溶度高新鲜 纯净是看重金属大耀性的残留度 溶度是看DHA跟EPA的%值 那新鲜是看AV跟POV的指标 所以鱼有要怎么选? 还是看鱼有产品所付的报告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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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